除了螢幕很大 这款折叠手机 也是目前台湾市面上厚度最薄 全新转轴能完全摊平 螢幕亮度也比前一代提升80% 在户外或大太阳底下 也能看得清楚 可以先点下Gmail 然后你可以选择按下分割画面 就可以同时处理你的工作 也可以同时观看影片 螢幕分割多工作业 手机往左往右画面都会跟着转 等于有三个方向能用 另外使用串流平台多格观看 一次最多能看四部影片 台北一印尼附近来可以买咖啡 输入完之后使用者按送出之后 我们的AI码头可以帮你做搜寻 能够提供使用者结合AI技术 能够有很好的个人AI助理 在各种的体验下面 各种的场景下面 都能够得到很好的个人化协助 被苹果阵营都推折叠机 除了Google之外 还有三星 小米 摩托罗拉 以及华为 Oppo等 根据研调机构IDC 最新报告预估 今年全球折叠机出货数量 将会达到两千五百万只 年增百分之三十七点六 消费者接受度快速提升 主因是售价变便宜 加上有AI应用加持 在前两年开始 期限机就已经加入AI运算功能 那接着会接着应该就是中接 甚至入门机 可能也会有AI运算的处理能力 那接下来就是应用的落地 各品牌折叠机 除了提升显示效能 也努力减少折痕 而苹果加入折叠手机战局的传闻 没有断过 外界推测最快可能要等到 2027以后才会明朗 发达新闻 陈寅凯综合报导 明圈发方式近在一小时 赶快订阅我们 八大明圈新闻的YouTube频道 还要记得开启小铃铛 明圈都往矜头 总监 感谢观看